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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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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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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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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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小年纪就当上了家主 然后在苍武那边是 类似于苍武地区的盟主这样 所以他特别有意思 就是随便走到哪里呢 都会生活带着八个保镖 就是我当时拍的时候特别有意思 就是他们给我找的 那个八个户位 都是人高马大的 基本都有两百斤一个 然后身高差不多一米九块两米那种 然后每次我就小小只的站在前面 然后他们就跟我在后面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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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还有特别有气势 还有特别有气势 走吧 跟我走吧 跟我来吧 那样的 对 然后你先回去吧 这样 期待我的兴趣啊 我特别期待 然后 然后那个 因为这部剧我还有演唱一首插曲 就是跟我今天就是发布的新歌 微笑很不一样 对 是一首曲风比较欢快一点 然后 比较 开心一点 但是很洗脑 我觉得特别洗脑那首歌 就是他的歌词就是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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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吗 我也很期待 其实 嗯 我想看 嗯 是谁在给我送礼物啊 不用送礼物 不用送礼物 谢谢 不用送礼物 感觉 我感觉这种 特效很漂亮的礼物 应该都挺贵的 是不是 是不是 其实特别想问问大家 你们觉得就是 今年我生日直播 跟去年生日直播就是 变化大了 我不是说别的 我不是说那个 不是说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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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个事件 我就说 别的 嗯 别的 对 瘦了一点 是吧 瘦挺多的啊 我又很努力啊 又很努力减肥 但是脸好像还是 还是挺弱的哦 你们有什么瘦脸好的方法吗 能够交给我 嗯 就是我好像预知 减肥就是瘦 我身上 就很容易瘦 但是脸不行 因为我自己也有 健身啊 然后断了什么的 对 但是我脸就一直这样 对 上镜也是 就是特别肉肉 嗯 我现在呢 也在新的剧组啊 然后 我今天就是刚刚 从片场回来 就是 比较赶 所以有很多东西没有准备好 包括这个网络 事前也不知道我们这个 这边网络有那么 那么那个啥 那么 那么那么差 嗯 搞得现在直播都 刚刚 刚刚你不知道我快 我快晒手机了 刚刚试了好多次 又连我工作人员的热点 然后 又是WiFi 又是那个 流量 好像都不行 不是我手机的问题 应该是这边网络的原因 对 对 我今天早上 六点起的 对 然后现场拍戏 然后这次在 剧中的饰演了一个 是保密吧 好像还没关宣哦 所以 期待一下 就是 就是对我来说 挑战性很大的 就是对我来说 他的台词 特别特别的复杂 对 然后呢 这部剧呢 应该会在湖南卫视播出 我的第一部上星期 很开心 但是我还是很希望我今年 就是 这部剧《杀青》估计10月份吧 10月底左右 我还希望能够 有时间再接一部古装剧 就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跟我说就是 古装剧 拍很累嘛 冬天冷嘛 夏天热的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很 很着迷于古装剧 就特别想再演出古装剧 对 因为可能我学到了很多古装剧的知识 我还没有 就是在之前的剧中 那个 都用到了 对 然后也挺喜欢自己那个 古装剧的扮相 我觉得我现代装可能没那么好看 也不能这样讲吧 万一以后没有导演找我演现代戏子 也不行 不能够这样 我现代装也很好看的 这可能 就是比较沉迷于古装那种 那种礼仪啊 台词啊 然后 打戏很帅啊 主要就是打戏很帅 喜欢吊威啊 我觉得吊威啊飞起那种感觉 哇哦 哇哦 有没有 对 希望能够拍完这个 然后无缝进去 拍个古装去 希望可以了 想象总是美好的 嗯 你们如果有什么想问我的问题 或者那个 想跟我聊的 你可以发弹幕 我们可以一起聊聊 嗯 刚刚工作人员让我 让我问你们就是 其实我自己不太好意思 你知道吗 就是 可能自己听自己的东西啊 或者自己看自己的作品这样的 都会觉得怪怪的 所以 刚刚工作人员让我问你们 你们觉得新歌好听吗 哈哈 好听吗 其实我自己是觉得 觉得是有遗憾的 因为就是 我感觉 没有 没有达到我想要的那个 唱功的水平吧 毕竟 也没有受过 专业的训练 也不是歌手这样 对 希望 但是我觉得 就是 这首歌的歌词 然后包括 当时我录音的状态 还有拍的Mov 都是 比较我想要的那种 对 所以也希望你们会喜欢 然后希望我 之后的作品 能够更好一点 我会 努力进步 对 然后我们再聊回那个 明月停到江东涵吧 然后 我们再聊回那个 然后 我们再聊回那个 我们再聊回那个 这是谁呀 我看不见你 这是啥你妈妈 没啥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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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吗 你过来 你好你好你好 你们干嘛不停地跟我讲 我要看看你是谁 我特别丑 你什么时候来了 我刚到啊 是不是没有听到 是不是没有听出来 你们干嘛不急前告诉我 听出声音了吗 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 哎呦哎呦哎呦哈哈 别哭别哭别哭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哈哈哈哈 好好出播好 我看你的万千粉都看着 没有 你太连人说了 你好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是他的狗熊朋友 没有 这是我们那个上部剧 我特别好的朋友 叫张开泰 然后他在明月 然后江东韩里面 饰演那个霍阳 对 你放这么远能看到粉丝说的话吗 能看到了 真的 静静一点人看到了 你们好烦 提前跟我讲了呀 看你们 看你们俩心心多好 太有人情味了 真的 真的很热 不行 我又全程就这样 你直播你好好直播你好好直播 没有你陪我聊 他要直播多久 没有就之前 之前我们在北京疫情 之前就是 你说话 我脱下手套 你们真的很烦 今天讲 因为那个 你先直播 我脱下手套 鞋呢 他专门过来还要给你一个惊喜 哎呀 我还说今天什么都不要发现 就好好直播就好了 你飞了你 去年生日蛋糕打点 今年也得有意义啊 你别再给我提去年生日啊 就跟你们讲去年 他好 上个厕所 上个厕所 没有 因为我们去年住的就是隔壁房间 我们在剧组拍戏的时候 那个出事的时候 出事的时候 出事的时候就是那个 他就住我隔壁 然后当时那个蛋糕摔了之后呢 因为我助理不在 然后他就冲过来 因为很大的响声嘛 就是说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我就一边哭一边擦地板 然后就看 然后他就一直在笑 我就好煎熬 然后我们也其实挺长时间没见面了 然后昨天还有打电话 然后我现在的助理也是那个 张开泰的发小 他给我介绍的 然后今天收工完 还在说 我们说 因为开泰现在在南京拍戏呢 他在南京拍戏 我在长沙 然后其实距离还蛮远的 然后 我身边工作人员都没有跟我讲这件事情 搞得我就是 他突然冲进来我吓一跳 你是不是也知道了 你过来 练练过来 过来 你来 你来 快点快点 来来来 你知道吗 那个熊玩这样子 对 眼睛在这儿 这个 然后 这个是我的助理 叫练练 然后他是 张泰的发小 别看他人高马大 但是他就是 特别容易害羞 就是说他两句 他就 耳朵啊 脸啊 就很容易红了 对 就特别容易 你看 已经全红了 就特别有意思 然后 我们 这个剧的导演 就特别喜欢亮亮 然后 就老是在线上调侃他 一说他啥的 就是脸也红 耳朵也红了 对 对 莱尔开太尔 明月一起 明月什么 怎么知道 江东韩 对不对 明月通韩 是啊 哎我怎么坐着险子比你矮呢 我要坐着险子 可能上半身短了 然后我们 我们有多久年纪了 上次是 你净你前吧 你生日的时候 我那个生日 我那个生日 真的是 对对七月 两个月两个月 张开太过生日特别搞笑 我刚刚 我刚刚准备用我的 哎我手机呢 亮亮 我准备用我的微博给你刷礼物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充金币 不用不用你给我发红毛就好了 不行我得刷一下 不要不要不要 我要我要我要看那种大 你知道我今天早上我还在 我还在抱怨张开太 我说张开太过生日的时候 我凌晨零点钟给他发了一条微博 然后他昨天晚上到现在都没有给我发任何信息 然后也没有微博上给我祝福啥的 我还得给经纪人抱怨 我张开太这个没良心的呀 真的这个人真的是要不得 对啊 你看我 他过生日我凌点又给他发信息 又给他那个啥 然后我过生日他 毛都没一个 人都到了 够诚心吗 诚心诚意 你干嘛你们要瞒着我 你先跟我说 我就好 surprise 对 惊喜 快点 你刚聊到什么呢 接着聊接着聊别打乱 我就是个过客 那我觉得特别尴尬 怎么怎么怎么充金币呀 你们会吗 有没有人发个弹幕怎么充金币 对 应该 真的不会 你给我发红包就好了 不要充金币嘛 对 原来这个我也提醒不出来 你知道吗 哈哈哈 不充了不充了 哈哈哈 所以大家也不用给我送礼物 哈哈哈 对 他们有听到吗 这是你的粉丝送你的蛋糕吗 对啊对啊对啊 哦那个那个漫画是他们找人做的吗 对 像我吗 那个 像我吗 很有心哦 你很有心 谢谢 谢谢 我把他弄过来 然后有点进度 就这样 你你从南京过来坐了多久都知道 没坐车 坐飞机啊 坐飞机是吗 坐车呢 哈哈哈 八百公里大哥 坐车我要坐 哈哈哈 我高铁吗 我用你坐高铁来 你能搞得我 我都很累了 高铁坐在那之后 就没有这个体力跟你的互动了 太累了就 你这两天没戏是吗 对对对 我今天没有 你快点跟大家介绍一下 你在明月从照江东海里面试验什么 然后他是个什么 介绍我 对啊 因为我们今天的装饱就是要聊明月啊 我 对啊 大了个飞地来找你 就打了个飞机 打了个飞地 就卡了 卡了吗 卡了 好了 好了吗 今天是聊什么主题 聊明月从照江东海 哦明月从照江东海 哦明月从照江东海 哦 对对对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第一次见张太太的时候啊 她她巨装 巨装 滴滴滴滴滴滴 就是我们两个就是开机宴的时候 我们两个当时还不认识 然后她就坐我隔壁 嗯 就跳个二郎腿在那边 就叼根筷子在那边 不知道想什么呢 就感觉所有现场的人都不认识 是不认识啊 不是感觉不认识 你们开机宴谁认识谁啊 你不是好几个人你是认识的吗 我谁都不认识啊 哦我就认识一个那个小兰 是吗还有一个啊 还有 就反正我是一个都不认识 对对对 但是但是凡兴特别热情 她就坐我旁边嘛 然后她可能当时觉得我特别尴尬 她说她说她说你要不要喝果汁 我帮你倒点 我说好的谢谢 然后我依然没有搭理她 然后依然很长的高了 就那个能了吗 应该不行 嗯 嗯就是这么认识的 然后呢我们就住在了同一层的酒店 然后住在酒店的同一层 哈哈哈 怎么样你想说什么 没有 这是什么 音响音响音响 然后啊就特别开心那个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是8月份是不是 对啊 8月19号 8月19号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感觉 特别酷实 但是我去那个组谁也不认识 然后 其实挺尴尬的 嗯 后来就觉得这个人就是 直到焦 也不是了 哈哈 哈哈 那是什么 就是感觉就是 也挺那个啥的啊 高冷的啊 直到盒 也不是了 嗯 怎么讲呢 就是我也挺高冷 你觉得自己也挺高冷 嗯 双高双冷 是这样的 嗯 然后后来那个炎热的夏天就要冷一点 对不对 然后认识之后我们俩就禁干那些让人家尴尬的事情 哈哈哈 各种你还记得吗 太多了 就是就是我们中秋节的时候 然后我们给剧组的每个就是我们特别好的朋友都买了那个月饼 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又特别尴尬 然后都不认识 不知道怎么送 嗯 然后我们俩就商量了一起去送 嗯 然后每次 但是因为每个朋友他们都住隔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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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 都是邻居你知道吗 然后我们准备先跟第一间那个屋子的朋友去送 但是第二间第三间的朋友就出来 哎 哎 你们拿着月饼干嘛呀 因为我们当时 因为我们当时准备那个月饼有限 就是没办 没办法 每个人都送到 就想说 只送给那个主要的什么导演啊 制片啊 然后那个就是嗯 重要工作人员 就是因为一个剧组 他有几百上千人嘛 但是大家都住在一起 当时我们就说 偷偷的吧 去给导演嘛 制片送个礼 结果 去给导演送的途中呢 碰到了另外一个副导演 对对对 碰到了执行导演 对 然后我们就特别干嘛 然后问我们干嘛 我说我说我说 我说哥给你送中秋礼物啊 星星节快乐 但是那个其实那个礼盒是给导演准备的 然后就刚好碰到了 然后就送给他 然后后来我们的月饼盒 不够了 还有就临时去买 去肯定那个地方买 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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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时间也会得真快啊 过了一年去了 一年了吗 一年了对 刚好一年 八月底到现在 九月五号 对对对对 哎呀 你去年也是这个点直播的吗 也是有点吗 没有 去年是七年中直播的 我不想再提去年了 去年太丢了 哇去年去年很精彩 精彩 精彩需要不断的 你你形容一下你 你当时推开房门进来看到我的感情 就是就是就是 我还不是第一个知道的对吧 对 是小蓝是第一个知道的 对对对对对 然后然后然后我就听到 然后都在笑 然后然后我这个人就特别爱凑热闹 然后我就过去了 我说我笑什么呢 然后我一推开门 然后就是硬入眼帘 就像那个白雪矮一样 因为那个蛋糕都是奶油嘛 就是白色 然后全在地上 我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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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然后正环境这时候就从厕所出来 然后顶着满脸的那个奶油你知道吧 然后然后我就绷住 我知道这个时候笑特别不好 但是我还是绷不住了 我说他某在笑 你知道吗 他多夸张是捧腹大药 然后躺在地上了 我说你是用脸吃蛋糕吧 关键我那时候真的很生气 对 然后我当时还给我宣传打电话 我说宣传那个 他他过来骂我嘛 我应该直播到那个9点钟 然后我是直播到8点半 还是9点还是 反正就没到时间 因为他们申请那个资源位到几点几点 然后他就跟我说那个 趁凯兴你现在是漂亮吗 你现在很红是不是 我说那个 给你申请的最位是几点到几点 然后 你必须 你时间没够你就下直播了 为什么 然后我就一边哭一边说 你去看一下嘛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他就去搜了一下 然后发了一个很长的语言 哈哈哈哈 就没了 然后他们就一直在我房间笑我 特别好啊 对 小兰也特别有意思 你记得呢 我们就是 因为我们两个不知道为什么 拍那个古装戏就特别容易笑场 哈哈哈 就特别容易笑场 我们两个我们两个其实其实还是很专业很认真的演员 但是但是可能你知道 因为太熟了 关系特别好 就我们两个演戏的仅限我们两个然后会笑场 对对对 然后然后那个当时的机位呢 我们两个只有两个脑袋就是从后面拍拍前面 然后那个小兰那个女演员呢就是在在那个台上 在台上所以那个机位是对着他整个脸都会露出来 然后我们两个就是说台子笑场因为是背后脑袋就看不到脸 就硬着头把他说完了 然后那个小兰呢就是看着我们两个笑场她就跟着笑场 然后导演就 然后他就被导演骂了 哈哈哈 然后我就特别开心 哈哈哈 然后其实是我们俩因为我们两个笑场 然后害着害得他害得他笑场的 哎你老家是长渣的 称州的 也是湖南的对吧 对就湖南 我其实这边回去挺近的 但是因为每天都有戏 那你在这儿拍起其实很开心啊 离家近 对吧 对我一直想着什么时候帮我妈接过来玩两回 但是每天要出工就一直没有时间 我觉得在自己老家拍起很辛苦真的很辛苦 哎 多好 我今天 我今天 刚到 刚下飞机的时候活了 又卡了吗 卡了吗 我们播到六点对不对 不卡了 哎 你要不要吃蛋糕 你不要弄我给你蛋糕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我觉得你应该当你粉丝面吧 那边送的礼物给拆开 那你那你陪我一起切你这个蛋糕吧 对对对对 然后你粉丝的蛋糕 你粉丝的蛋糕 你看我们张开泰老师远道而来 还给我带了个蛋糕 哈哈哈哈 你捧着他 我不想捧着 来来来来来 帮你切一下 你先聊聊 我去帮你切一下 好的好的好的 好开心啊 有好朋友来看我 然后 就觉得在这个组也是 就是 都是不认识的人 然后那个 然后他穿那个进来的时候 让我觉得好感动哦 是真的好朋友了 嗯 那最后一点事情我们聊会吧 然后张开泰老师帮我去切蛋糕了 然后晚上我可以跟他一起去吃个饭 因为我刚刚也是从片场回来也还没有吃饭 其实张开泰也瘦了挺多的 然后 训练见他的时候可胖了 在生日的时候 比现在胖很多 比现在还白 估计他那个是也挺累的 嗯 所以演员也挺不容易的啊 就是有时候你看夏天拍冬天的戏 然后冬天拍夏天的戏 我记得我以前拍第一部戏的时候 我在那个青岛 青岛那个 有个阿娜亚 也算一个海边吧 然后那个是11月底 然后我们要拍一场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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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天奔跑的戏在沙滩上 然后呢就是 不好意思 哈喽 我刚刚那个 接了个电话 我姐给我打电话呢 然后我晚点给他回过去 我刚刚说到哪了 说到那个 哦对 夏天拍那个冬天的戏 然后 冬天拍夏天的戏 然后就在那个 那个海滩上奔跑 然后 会冒那个白气吗 因为太冷了 然后后面 导演就想办法 让我们吃那个冰块 都含在嘴里面 然后就马上跑 然后就 说台词 然后就不会冒那个白气 是冷的 发抖 说说台词的时候 是这样 下巴都是在抖的 哈哈哈 所以后来切静音的时候 就裹了一下 吹了暖 然后再说的台词 就没有那么抖 但远景的时候 都是抖 抖着说的 张老师我们的蛋糕好了吗 好了呀 哎呀 咋吃啊 没事 对啊 然后 狠店拍夏天 也是嘛 武装 一般都七 六 有六件的 什么礼啊 阿咪祝繁星生日快乐 谢谢 生日快乐 哇你切蛋糕好 我切的有点丑啊 咋全你拿的奶油 不是啊 吃奶油才能白白嫩嫩的 来你自己吃 自己吃 来你吃一块 嗯 这好 这是还好是小的 不是大的 对对对对 这个这个不如蛋糕翻车 一定不会翻车 非常的 你不要c我了好不好 非常的 非常的 毕竟我们张老师切的嘛 好歹的 衣服 但是好吃 对不对 真的蛮好吃的 你不要吃一点 是不是好吃 你吃一会 嗯 你怎么切到脸上去了 你再来一点 好好吃 你看看 好的好的非常棒啊 非常好非常好 这个热吗 这个熊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很热 这个戴上你是看不到的 这个戴上之后 你看人要这样看 斜着看这里面看不到是吗 因为他眼睛实在往两边 就你正常看是看到 看到中间这个位置的 是看到鼻子这个位置 然后你戴上看人要这样 对对 谁的眼睛的焦距有那么大 你看看 你看我们正常人的焦距 这个焦距是这么大 你当然试一下 你看怎么能看到 我试一下 帽子应该要摘一下 对 我真的看不见呢 你要不要这个用熊吃一口 嘴在这 怎么吃 这样吗 对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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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你戳到我了 这样能看见吗 你在折磨吗 没有啊 你能看见吗 没有啊 你是在折磨吗 我为什么看不见了 可以吧 那应该在这边 这个眼睛能看见 哇 你是抹了奶油吗 哎 怎么回事啊 打奶油倒了 怎么回事 哎 好摘了摘了摘 摘了摘了 摘了 哇你好坏啊 哈哈 你怎么这样 你要重 那种帽子都脏了 对不对 但你现在脸特别的干净 是吗 可以继续直播 对啊 就我为了让你可以继续直播 就没有抹你脸了 对不对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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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相信你的粉丝肯定想看 去你的 不要不要不要 所以抹了一个熊脑袋上 但你现在是OK的 你帽子戴上 我 非常棒 还是要注意一下 这样的抱着 放一下好不好 嗯 好了我们收拾一下吧 差不多就到这吧 好不好 天哪 还好我待会可以 正常那里洗个澡 那我们待会去吃饭了 什么 我下直播啦 拜拜 下次见